为了持续推动再生能源发展 新北市政府创全国先例 挑战其他县市不曾做过的任务 把太阳能导入工业区 启动新北工厂阳光绿能 工厂全面导入太阳光电发电系统计划 经济部推广太阳光电发电系统的目标量是114年 达到10亿瓦设置容量 并且以岩滩地及地层下限等作为推动主力 但是新北市辖内并无这一类的大片土地 因此特别以工厂厂房屋顶为主要推动标的 工位区五大工位区厂商大概2300家 我们算一算可以做到33个MW 33个MW是百万瓦 33个百万瓦 量很大 初步初估就可以做到这么大一个量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哪些个工位区的厂房可以做 我们归纳一下大概四 基本条件就是我们希望是合法的工厂 而且它没有遮阴 那瓶数大概30瓶左右就可以了 而且希望这个建筑本身 因为到时候那太阳光电的企业 它签20年 就希望它有至少那个建委20年 大概简单的条件 非常简单的条件 这次活动特别邀及经济部工业局 新北市工业会等厂业代表共襄盛举 宣示新北市推动的决心 我也真的非常高兴的看到 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命题 可以让我们五个工业区 作为全台湾62个工业区 包括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一体的一个完整的 智慧型的一个工业区 这次计划预计年发电量达5700万度电 每年可减少约29600公吨以上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使新北绿能城市的环境更加完备 记者方间凯琳锦鱼 新北市采访报导 记者 李宗盛